在6月2號之前 沿著凱道往總統府的方向 在右側可以看到一小群帳篷 自從2017年2月14號 園民會公布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範圍土地化設辦法之後 以瑪耀、阿奈、納布、韋核心的團體 就在這裡加營進行長期抗爭 帳篷區內外人來人往 都是前來關注這個議題的朋友 有的人默默地看書 有的人親身交通 也有人帶來歌聲祝福打氣 有的人則是關心在這紮營的族人身體狀況 大家叫這裡坎道不落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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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真的很生氣 但是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才剛下山 我們就直接把裝備帶來 帶來開刀 就直接懶 然後我們先住下來再說 這就是有一股氣 我們主要是因為過去我們討論原住民的事情都在跟百分之二的人討論 然後我們要說服我們畢竟是一個百分之二裡面的少數中的少數 我們談的議題很不容易改變大家的想法 那這個議題很有急迫性 那我們要影響社會的話 我們要去影響百分之九十八的人 對百分之九十八的人講話 於是麻藥等人 開始在帳篷區策劃一系列的活動 他們知道要展開對話的 不只是原住民族人 更多的是社會裡的非原住民 運動的目標方向 因為我們也沒有能力 像以前一樣動員 遊覽車這樣部落來 來了以後 可能只有一天了不起兩天 不可能像我們這樣常駐 那我們真正在這裡 用各種的形式 藝術文化 或者是說故事 這種音樂搖滾的模式 在這個空間以前都不曾發生過的 用這種形式 讓吸引更多的人 只要夠有趣 夠有創意 夠有誠意 我們就有機會 針對百分之九十八的 非原住民的漢人朋友們 來訴說 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從冷烈的二月 就有不少人提出疑問 這場常駐的抗爭能支持多久 直到如今六月了 天氣轉為炙熱 活動仍在持續中 就是露宿在這個地方 而且不管風雨 它都在 我想我們以前在做街頭運動 只要下大游 大概就趕快去躲雨 它沒有啊 事實上它 事實上就是跟整個自然 是和平共處 它已經超越過去的那種街頭運動 老早就超越了 而且那種行動是非常和平的 沉默的力量 比我想像的還要巨大 就是它沒有講話 坐在這裡 那一種抗議的聲音 或者抗議的力量 就釋放出來 從2010年 投入比較多的心力 在返美麗灣度假村的那個開發案開始 其實我們在台東 有一群做創作的朋友 就已經集結在一起了 我們就已經開始用不一樣的形式 在表達我們對土地的感受 我覺得就抗爭的模式來說 我覺得這一次的確是走出了一個很不一樣 特別是那個石頭的那個彩繪 大家都看到這個行動裡面的創意 跟它和文化的連結 它怎麼樣去體現 就是原住民對土地的概念 甚至說凱盜就是我們的部落 在凱盜部落裡 最吸引人目光的 就是那一堆又一堆的石頭 每塊石頭上都有彩繪 敘述著來自不同部落的聲音 在許多的族群和部落 石頭象徵盟約 被歷代以口述的方式傳遞下去 那石頭一定比現場存在還久遠 然後每個族群 石頭的故事也非常非常的多 石頭可以代表部落的期待 部落的盼望 部落的遭遇 在這裡被看見 但是如果它因為 坐下來看起來 一起來參與花石頭 它可以發現 每個石頭是可以變得 那麼的精彩 那麼的漂亮 每個石頭 可以代表某種的生命 透過彩繪 透過傳說 透過透過 可以改變很多很多事情 這剛好就是 台灣原住民的印象 戴著墨鏡的麻藥 看起來似乎很酷 事實上它剛結束白內臟手術 陽光對它的傷口復原不利 何況還有不斷沿著 額頭落下的汗水 很容易造成術後的感染 這樣泰巴郎的石頭 就粉了好幾個泰巴郎區 那都南那邊有個石頭站 它提供石頭 一直在討論這邊 到底在炒什麼 到底在抗議什麼 在討論的過程 這個石頭就一直畫一直畫 然後有車子上來 就一直載過來一直載過來 神山部落的 他們是在部落裡面 年輕人去找好這些石板 然後老人家 跟老人家一起畫 老人家的盼望 跟年輕人畫 年輕人的訴求 這是來自日月潭的石頭 少竹有七大氏族 分別是毛、石、丹、高、成、圓、白 部落青年帶來了七根石頭 上面有各氏族的名字 裡面的水取至日月潭 代表在凱盜這場抗爭中 少竹沒有缺席 要和其他部落一起守護土地 那真的是把部落的軍產帶來這裡 因為原住民就是跟我們的大自然同在 一起生活一起那樣 真的它不只是說人跟人的生命共同體 它也是跟整個大自然環境的生命共同體 所以本來在聲音上要視覺很漂亮 聲音上是很漂亮的 那我們在視覺上石頭上面 或者過去拉的布條上面用竹尾巴 或什麼的帳篷 都是要很漂亮很美麗的 第一印象 然後之後才有可能會到那個內容的部分 到底在傳統的畫色到底哪裡出問題 圍堡我平 天保護相 這是一種新型態的運動策略 都市裡來來往往的群眾很陌生 對於街頭運動的印象 總是旗幟 抗議 吶喊與悲情 我覺得那個對土地的概念 透過一次一次的敘述 它的確是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它感動了很多的音樂 吳海洋 吳海洋 四百年來已經這麼多這麼多 一直到從原住民族群 然後四百年來各個族群 一直到現在的新住民 我們就是生活在這個島上 所以沒有人是局外人 這件事也是這樣子來的 一百天來的 這麼長的時間 slogan是說沒有人是局外人 可是我覺得這個 的確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是非常對 沒有人是局外人 在這個島上的所有人 其實都說這個領域 它並不是說你要歸還土地 而是說就是討論 共同討論 共同決定要權利 為什麼連這樣子 你都會得到那麼大的反彈 我覺得那個其實是一種 漢人的集體恐懼 所以我覺得那個有一個 很深層的恐懼是 如果我肯認了這樣子的行動 會不會 我們就只能推到太平洋去了 左腳 左腳 所以我們不能夠在第一印象中 他們覺得這次很恐怖 是不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視覺上 聽覺上 他們覺得是不一樣的 百合 是原生的百合 那個菜也都是在地的 但是我們不只是觀賞 是要拿來吃的 那不只是表演 那都是生活 但是生活裡面就是很在地 那什麼是在地 透過花 透過石頭 透過菜 所以我們的歌 我們的舞都是很在地 都是百年千年的歌謠 當然我們是討論是現代的問題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和318太陽花學運一樣 凱盜部落也善用網路的功能 大量直播在現場的各項訊息 但不同的是 網路還特別針對部落的族人 就是年輕人回到部落 或年輕人會用臉書的 就在部落裡面發銷 很多的物資 很多的訊息 都是透過臉書 透過現代的傳播的工具 所有的訊息 都是透過粉絲專業 或者是個人的臉書 抗爭的成本 部落要來抗爭一趟那麼的遙遠 我覺得除非這邊是有資源 可以support他們來 你看公共議題它的困難 就是它很難訴諸一個小的目標 所以它也比較難去達到大量的動員 它在行動上 其實它超越了過去的所有的行動 然後它其實有引起更多更多的被看見 對 但是它沒有震盪 期盼引發更多的震盪與對話 凱道部落上的創意持續進行著 既彩繪石頭之後 班奈更在凱道上錄製一批 讓整個抗爭場域充滿音樂 而非悲情 就是人不能離開土地 我愛唱歌 我的生活不能離開歌 所以當我的生活進到凱道了 音樂自然就會發生 傳統領域本來就是 沒有辦法分工有利是有的 原住民族文化的完整性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追求的 它不能因為一個辦法 合法的辦法 就又合法的把我們切割掉 我們的孩子仰望著我們 我們的文化靠著我們每一個現在 經過這個土地的人 我們就是這一代的人 我們要留什麼給我們的孩子 就是長久以來我們都會 很習慣用我們自己的幽默 嘲笑我們自己 然後讓生活輕鬆一點 就是很痛苦 很痛苦 可是還是要笑啊 其實他們是很有就是那種 把苦轉成樂的 就是自我嘲諷的努力其實是很好的 可是這個東西在漢人的論述 就是主流論述裡面很容易 就是又會掉到那個 那個悲情的那個結構下面 但我覺得其實我從外圍看 我的確是不覺得把那要 把它往那個方向拉 的確他們是讓大家是覺得比較 我覺得是比較開放 複足悲情在 在階級上我覺得是不正確的 因為我認為沒有人是局外人 就是因為他談的另外一件事 我們就是平等的 我們只是多元而平等的 彼此對待 所以我們有沒有可能可以坐下來 好好的討論 長期關注東南亞移工議題的 廖雲章舉了菲律賓的例子 對於這次凱盜部落的抗爭模式 擺脫悲情訴求 呈現族群主體給予高度的肯定 我覺得菲律賓真的蠻厲害 他們在全世界的這些工會 的內部的組織 然後他們的主持 他們的表演 而且他們真的都是唱歌跳舞 非常歡樂 你完全不覺得他悲情 就是你這個國家 有一千萬的人都在海外 當就是低階的移工 然後非常辛苦 然後你的國家就是很糟糕 可是他們的態度當然 我的國家超級糟糕 可是我還是可以變成一個很棒的人 然後我們怎麼互相幫助對方 我們怎麼互相集結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在效果上面來看 我後來就很驚訝 他在主流媒體上的那個冷 雲章認為 漢人社會對於土地的依存關係 根深蒂固 這次凱盜部落對於化社辦法中 傳統領域不應分公私有地的訴求 是漢人心中最深的恐懼 漢人文化裡對於土地分割的焦慮 即便政府都明文規定 就是財產需要 兒女不能分開 漢人家庭這種沙文主義 他在對自己的女兒都是這樣 你覺得他在面對原住你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就是 那個深層的恐懼有多麼的深層 我覺得這個深層到 他就緊緊的鎖在那個學員裡面 從台東到花蓮 47個BOT 阿美族的土地 但是如果當我們沒有了這個 諮商同意權的時候 那不就是圈地了嗎 我們息息相關耶 我們一起在這個土地 我們重新要整理整個台灣的運行 文化不應該是表面的 而且也並不是說在法律上說 我們是平等 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怎麼在生活中去實踐 然後讓原住民真的感受到 我們就是同樣屬於這塊土地 命運是一樣的 三個月過去了 氣候日趨炎熱 午後偶爾會下起雷震雨 為轉型正義與傳統領域 凱盜部落依然挺立著 而端午節就這麼悄悄來到了 廉價的時候我們去 申請了兩天的場地 就是很想要跟這個國家對話 楚國的龍舟從來沒有 在這個島上生活過 可是我們這個島上的船 獨木舟 為什麼就是硬生生的 才短短的七十年來 他們連使用自己的獨木舟 他們連再打一艘自己的獨木舟 都沒有 他們連木頭都沒有 他們要做自己的獨木舟 他們得跟國外買木頭 因為林務局不給他 在端午節前 凱盜部落舉辦活動 叫做《凱盜傳來一首詩》 《傳來》是指少竹的獨木舟 這兩艘特地從日月潭運來的獨木舟 有它獨特的聲勢與故事 活動在打擊樂團聲中開啟序幕 至於給凱盜的一首詩 活動發起前兩天 透過社群網路的傳遞 和麻藥等人的聯繫 文壇有不少作家 紛紛稍來詩句 表達支持凱盜部落的心意 其中包括蔣勳 洪洪 無明義等知名作家 洪洪還親自來到凱盜上朗讀 一條回家的路 阿美族的年輕詩人 顏一生 念著從花蓮的布農族詩人 沙利浪手寫傳來的句子 在手風琴的配樂下 傳達對於土地的情感 我從凱盜的路寫出一句一句 失去土地的詩句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持續的讓 我們在凱盜的行動 是很有親和力的 不要讓人害怕走進來 我覺得我們可能就是得 得這麼這麼平常心 他就是一個生活了 然後就是得要朝著自己 認為對的方向走 衝撞式的 或者那種有一點訴訟暴力式的 那種街頭運動 已經完全改觀了 但是這個需要毅力 我覺得這種公民社會 就是說每個人的權利 跟他的義務是等高同端的 沒有誰比別人高一點 或者誰比誰矮一點 沒有這樣的 那我們既然追求民主 我們就不是局外 90天以來 我們每一天都 整個心情都懸在那個地方 然後一直希望說 有一個奇蹟出現 蔡總統終於跟他對話了 跟巴奈對話了 那這對我來講 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一群人把楷道周遭 營造成部落 懇切地想和社會溝通 帳篷區內落媒活動進行 巴奈等人會主動出擊 手拿標語沿著附近走路散步 拜訪與土地相關的公部門 就彷彿在部落裡 串門擠一般 後來發生這個土地的變化 一直到現在 也不會去把你趕走 也不會強佔你 只是要讓國家來承認 這個180萬公頃 是屬於曾經先來到的原住民的 他們是原來的主人 而整個台灣歷史的變遷才會清楚 我們在這裡所有被對待的委屈 都只是要回家 祖靈陪伴 陪伴我們愚蠢的 嫩牙的腦袋的這種 魯莽的一個行為 這個畫色辦法 不應該分公有地 我實在不想要一直很生氣很生氣 因為很生氣就是會讓人很累 我也不想要一直很悲傷很悲傷 可是事情就是一直很悲傷很悲傷 一定有困難 可是就是跨過他跨過他 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 成為自己覺得祖先喜歡的樣子 在現代的土地上 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毅力 最早的一片互換 最早的一個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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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噴來 十七時 吹過所有的全部 落成此子 掛掛落地的片子 在你身份子